我跟你很好 大概有70分 但是會有30分的距離 那他可以跟每一個人都很好 重點來了 他同時會選擇保護自己 今天我又要來講星座了 王長的星座就是 水瓶座 我們看看有哪些 喜歡孤獨 很理聚 興趣多 創造力豐富 那我們就來分析給大家聽囉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我是王的水瓶座朋友們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nice 那他會跟你打交道 他很好聊天 那他可以跟每一個人都很好 重點來了 他同時會選擇保護自己 我跟你很好 大概有70分 還是會有30分的距離 那這30分的距離 除了保護自己以外 也是希望給自己多一點空間 他朋友很多 但他不像天瓶座會 無時無刻需要應對朋友來 照亮自己 或是像天蠍祖一樣 他們會 無時無刻需要人家陪 他會把這個空間 給自己多一點 喜歡孤獨我覺得 對水瓶座來說 是一個蠻特別的 嗯 嗯 哇 我覺得水瓶座的朋友們 頭腦很清晰 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呢 就是太過於理智了 導致於我會認為 有點缺乏情緒 可能有時候 我們講了一個笑話 或者是一件事情他不懂 他會打過殺 不過問到底 就會失去了那個 虎裡頭的趣味性 例如說有一天 小明走在路上 走一走就死了 然後全部都哄上大笑 他就會開始想說 為什麼會死 不對啊 也沒有邏輯吧 怎麼會死啊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通耶 我覺得不好笑 因為有時候 很多生活上的情趣 不需要所謂的邏輯 它就是一個無邏輯 無厘口的東西 才會覺得有趣放鬆 可是有時候太過於理智 可能會缺乏一點 小情趣 他可以跟每個朋友 都非常的友好 他們看得多 學得也多 所以生活精彩上 才會比較豐富一些 然後很自然的 就可以跟別人 聊天談吐 很多的話題性可以聊 他們的興趣多 所以造就了他們 對於朋友上的交往 是非常的自然 跟順遂的 為什麼會說創造理想 很簡單嘛 你看得多學得多 當然你想像的東西 就多 他們想像力很豐富 所以創造出來的 不要說藝術性 我們說獨特性 非常非常的獨特 以上就是我所分析 跟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身旁的水瓶座朋友 而不是說你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多聽 多看多學